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年我们又是70周年了 用新的校舍、新的设备 环境就好很多了 对我们珠海学生来说 是一个大大的转据点 是一个比较小但很精的发展计划 整个校舍变成一个地区的地标 这个新校园可以说是珠海学院 是长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我们是要面对和配合香港很急速的发展 令到珠海学院更加可以稳步地向前 就是成为一所大学 为香港提供优质的专上教练服务 应该有一个珠海学院自己的形状 怎样是在一个这样的现代环境里面 依然有一种很团结很亲切的空间 是对学生和先生一起在这里交流 希望能体现这一个学习的环境 学生港台那里 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觉 看上去你看到书馆 看上去你看到书馆 看上去你会看到 是那个学生研究 餐厅 背后就是学生会的活动中心 所有地方就是去宿舍 或者去所有学生的服务 培养出一种珠海特色的建筑的同学 以人为本 当他们去做建筑事件的时候 是想想人需要什么空间 这个地盘是很高难度 它是一个很大的斜坡 很多石 很大的布置 幸好我们大家团队 大家很有合作精神 三年多大家在一起 做的顾问 都是逐一这些难度去处理 那个设计 我们叫做iconic 简单得来我感觉上是很有气质 因为它可能小了 就有一种凝聚力 在这儿和学生先生的关系 是比较前面的 那个鲁海里面就是有一幅童话 就是一班学生 围着一个老师在大树里面 下面一起聊天 接触 就是多一些机会 给大家坐在来 沟通去交流 聊天 无论是刻意的 或者是偶尔的 都挺长 可能带来一些你想象到的特征 其中一个灵感 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字 笔画和笔画中间的空间 这个字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既要有室外空间 亦都要有室内空间 怎样这两种空间是互相穿插不 很无缝 室内和室外的画点 怎样可以舞动叠童的效应 图纸上面画的一笔 那个50mm 究竟和真正地盘 是不是真的做到50mm 都是一个很好的活生生的教材 无限多个研博士 在朱雅学院可以引用出来 就是在朱雅学院的学院 有牺牲自己多些时间 亦都可以落在其中去享受 整个由零到有的建造的这个校园的过程 十几二十年在这里投放的青春或者是时间 我自己觉得是值得的 永远都传有希望 不要怕以身作则 做好了自己的辈分 教学院都是以人对人的 私生活的关系有关系 跟同学家的关系有关系 始终每个钟 都是有教母女 在学校那四年 能够令到她有本性才 我们自己有工心 有创建心、有形象力 无论你是什么 都能够求求共振 为社会的将来 她进了分别 新校社不是一个终结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希望她能够真是很有效地 运作为我们的学校的教授 学生等等 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校环境